那我就要來問一下台積電專家詹維媛了 這個 你如果要捐錢出來 我再幫你把桌子上面刻上你的名字 刻上我的名字 台北市議員詹維媛進政 沒聽柯文哲的話 現在是不是覺得 老師要講要聽 好的老師帶你上天堂 對不對 柯文哲的話沒聽 是不是真的是 還好我當時正確的 我在國民黨正義 我是侯友宜發言的 所以對於柯文哲的所有的話 我都放大盡檢視 說台積電要賣掉 我堅持不賣 你看如果我當時變小草的話 我現在就變成枯萎的小草 因為台積電賣掉了 先講一下 前兩個禮拜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台積電在雄本投資 是不是有講22 28奈米廠成熟的製程 然後日本很多企業跟他合作 老師有在說你沒有在聽嗎 上禮拜如果你600塊就買台積電的話 過兩個禮拜 各位到今天為止我剛看一下 786塊 各位每個人都賺18萬 你可以辭職了 我們現在是股市 我們現在是股市節目嗎 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 所以其他人 還在其他頻道 趕快 你看到其他周圍的人 看其他頻道 趕快轉過來 有話進來講 因為我們不僅分析我們政局 我們也分析我們經濟 為什麼經濟跟政治是連動的 對不對 應該這樣講 中國的經濟過去這一年來 我們看到2023年 中國相關經濟的新聞 有什麼正面新聞嗎 國際新聞沒有啊 外資撤出 然後零售倒閉 然後甚至他們本來很多的網購經濟 電商經濟 也沒有想像中的好 就是他支持國家經濟的火車頭看不到 結果今天很驚人的是 他們公布了2023年經濟成長說去年有5.2% 5.2%很驚人耶 我們以台灣去年經濟不算不好 也才1.多% 5.多%是什麼狀況 5.多%是什麼狀況 5.多%是什麼狀況是超級起飛的狀況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算 各種的估算法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有人估1.5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去看那個芬蘭 對他的估算 有人說是1.3 有各種不同的算法 越修越低 有各種不同的算法 差很多耶 關鍵是很異常啦 就是說中國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然後呢 包含說在兩會之後 然後不讓主導經濟的國家的總理 來講話 對記者會互動 然後呢 經濟又要刻意的碰轟網上電 認為國內應該是處了一些狀況 對照啦 我覺得談談中國 對照台灣 等一下台積電專家 我以為會普通他 投資台積電的心得 當然我講整體啦 今天台股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秘心 就是說 其實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很多經濟學者專家 尤其是我們很多權威級的教授 都有預測說 未來一個月內 台股有可能會破2萬點 結果今天早上就破了 對 本來就講未來一個月內 就過去幾個禮拜都講 未來一個月內會破 結果今天早上就破了嘛 然後呢 外資匯進來台灣的淨匯路的金額 也達到了一個史上的一個新高 過去四個月的時間喔 你從11月開始算 到現在 會進來國外 會進來的錢 淨匯路 已經超過台幣8900億 美金是280的市益 所以 我要打理一個人 這個人叫柯文哲 柯文哲選前講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 在選舉的時候 他說 如果內心得當選 台灣經濟會垮台 而且外資會全部跑光 當時是講到什麼情形 他說 那個選舉啊 選完之後啊 戰爭風險會提高 經濟一定會變差 觀眾朋友聽清楚 從今天開始 柯文哲跟你講 一定怎樣 就一定不是怎樣 反著聽 反著聽啊 一定耶 我們有時候在講 剛才大家在譴責邱國正 邱國正也沒有說 一定會答 他說有機會嘛 有可能嘛 不要再幫他講話 柯文哲 幫他講一下兩句就好 柯文哲 一定會變差耶 一定會變差 外資跑光光 結果呢 柯文哲有一個預測隊啦 他說要等1月之後 政局明朗 外資才會重新回來 他的眼下 他直接講說 如果投給柯文哲 柯文哲 當選 那外資就會進來 你看台股吧 台股憑什麼到2萬點 台積電憑什麼 今天聽說到770嘛 790 790 總之就是 達到一個史上最高的狀態嘛 那 你柯文哲不就 之前是在胡說八道嗎 證明其實大家對於台灣的狀況是看好的 然後認為說兩岸他講的這種風險的狀況 其實對於外資來說 還是願意把錢放在台灣 不過他可能也有所本啦 就是說 因為中國我們剛剛提到 雖然他經濟不好 他經濟不好 可是他的軍事經費是增加的喔 那我就要來問一下台積電專家詹維媛了 好 這個 你如果要捐錢出來 我再幫你把桌子上面 刻上你的名字 刻上我的名字 台北市議員詹維媛進政 沒聽柯文哲的話 現在是不是覺得 老師要講要聽啊 好的老師帶你上天堂嘛 對不對 柯文哲的話沒聽 是不是真的是 還好我當時正確的 我在國民黨正義 我是侯友宜發言的 所以對於柯文哲的所有的話 我都放大進檢視喔 所以台積電要賣掉 我堅持不賣 你看 如果我當時變小草的話 我現在就變成枯萎的小草 因為台積電賣掉了喔 先講一下 前兩個禮拜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台積電在雄本投資 是不是有講 22 28奈米廠成熟的製程 然後日本很多企業跟他合作 老師有在說你沒有在聽嗎 上禮拜如果你600塊就買台積電的話 過兩個禮拜喔 各位到今天為止 我剛看一下786塊 各位每個人都賺18萬 賺18萬 你可以辭職了 我們現在是股市 我們現在是股市節目嗎 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 所以其他人 還在其他頻道 趕快 你看到其他周圍的人 看其他頻道 趕快轉過來 有話進來講 因為我們不僅分析我們政局 我們也分析我們經濟 經濟跟政治是連動的嘛對不對 所以難免會講到經濟喔 那還是要講喔 這個台積電 當然他講還有他的原因 但是剛剛問題有講到說很多外資 進入到這個台灣的市場喔 那其實這整個外資 他現在目前 美國他現在還是處於一個 比較偏降息的一個趨勢 換句話說 美國對於他通膨是比較認為說 他可以控制住 因此在持續降息的過程裡面 其實世界上的確有很多 所謂的熱錢 跟不願意全讀銀行的 這多餘的錢 不斷在投資 所以我們看到喔 到今年2月底之前 大概比較 體質比較好的股市喔 以日本來說 日本漲最多 他日本漲了大概17.04% 17.04% 那台灣台灣到2月底 大概漲了3.41%左右 那持續有外資進來喔 那外資進來當然就是說 第一個他錢需要找地方投 那以台灣而言喔 不管是台積電報 我們AI概念股 以及台灣整體的投資環境 其實相對穩定的 因為是民主國家 然後整個民間的這個 基礎的實業 他因此的實業 他其實是比較足夠的 政局喔 當然我們的藍綠 雖然是 有時候會有點扮嘴喔 但還是有點穩定 相對穩定 那你說你說那 昨天邱國正講這些話 到底有沒有影響到 今天的股市跟今天的外資 老實講 今天股市到目前為止 還是漲的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題 在於就是說 如果今天連國防部長講出 兩岸已經即將進入戰爭之後 外資或一般民間 都對於國防部長講的話 可能沒那麼的相信的時候 但我們看今天外資 可以看到說外資認為 台灣目前可能不會打仗 所以還願意把這樣子 一個熱錢投進來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會未來 當我們台灣的官員 在講兩岸關係的時候 不管他講和平或緊張 大家都說可是上次說打仗 也沒打啊沒事啊 那這樣子其實 的確會有一些狼狼的效應 所以我覺得當然是 邱國正後來今天 我覺得修正是應該的 因為國防部長 你第一時間講出一個 這麼嚴重的事情 其實大家是蠻擔心的 是真的蠻害怕的 那還是回到這個股市的部分 所以他進入台積電的話 進入到台灣的股市的話 另外為什麼外資 那麼會進來台灣 另外問題就是 他其實進入到韓國 或者是一般的其他股市 其實韓國他們有很多大財發 他們要對坐的那個實力 是比較強的 那台灣我們比較多 以中小企業為主 所以外資進來之後 他其實對於台灣股市影響力 是有絕對性的一個影響力 因此他在這個時候 透過這台積電 跟AI概念股的之下 進入台灣投資 其實當然對於他的這個 投資的分配 是有一定的實意的 但還是要講 就整體台灣的這個股市的 經濟投資 以及台灣外資投資 還是牽扯到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的確還是重點 所以接下來還是要看說 如果包含剛剛王毅講的話 這樣子 然後包含邱國正講的話 你說今天雖然沒有反應 但好不容易上了兩萬點之後 我們是一路往上爬的 那因為他們 因為現在兩岸關係的話 造成接下來外資慢慢撤離 外資撤離第一個兩岸關係 大概可能他們前眼賺到 撤離之後 那的確對於台灣股市 會有另外一波 這樣子比較 我覺得比較危險的行情 這是投資人應該怎麼變股市 真的欸 我們要在最後還是補一句 但我們好像要轉型財經專家 對財經專家 我們要財經時間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